佛圣宗在南投竹山举办潮山活动 也希望能够借此为大众祈福 佛圣宗宗本部在一年之初 接会在台北举办祈福法会 今年不同的是 因为南投竹山大自在王佛寺 道场建设以区域完整 于是今年的新春祈福和祭天法会选定于此 同时结合潮山点灯等多种活动 让与会信仲能够身体力行并实际参与 每一年春年的时候 都会看整个一年的整个地球的磁场 那今年特别感受到 就是今年的这个地球的磁场 有很多的这个天灾人祸 还有一些瘟疫的出现 所以呢在提这个字了以后 突然间这个诸佛菩萨的一个指示 就是说为了这个瘟疫以及天灾人后能够降低一点 所以呢我们特别办一个这个青春法会的中间 那办一个祭天的仪式 祈求那农天护法诸佛菩萨的加持 能够在这个地球那边灾难 然后瘟疫能够消除 那我们也不敢说完全都没有 因为人造的业 众生造的业 必须要去承受这个国 但是我们祈求农天护法 能够降到最低为原则 但是我们佛圣宗办这个千灯法会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佛圣宗的修法跟一般比较不一样 然后借助这个主持人 以及所有这个点灯的人 以及来宾 那当场呢能够祈求忏悔 然后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能够让我们自己呢 身心能够业障消除 也能够健康 因去年国内外多灾多难事故频传 原圣宗师有感于情势纷扰 需要借由诸佛菩萨之力来祈福 透过祭天仪式 除了表达恭敬 更结合众人怨心和良善环境的氛围 今年是第一次在竹山举办祭天仪式 当天隆重庄严 也在山野林间传递对诸佛菩萨及法界众生的最大敬意 法界新闻五庸区南投采访报道